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陳蟹林 我是Raphael和Yannick的媽媽 Rafa來了Kids Gallery 大概半年左右 其實我選Kids Gallery的原因 首先是因為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自己也住港島區 我自己來的Tacledy都是Costway Bay 而且我覺得老師非常有愛心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看到老師很用心記了所有小朋友的名字 一看到他們的時候也很歡迎他們 也會跟他們聊天 問他們 你今天做了什麼 你這個星期有沒有做到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很窩心 而且令我很放心放一個小朋友在這裡 我覺得Raphael和Kids Gallery 最喜歡見到老師 當我們有時候都會送一些玩具給他 他第一時間就會拿起車子 就說 I want to show teacher Eric 然後我們暈了 為何不 show daddy 媽媽 要 show teacher Eric 但這是一個好事 就是他真的很喜歡他的老師 我們也可以更加放心 他來到的時候 他跟老師的關係都很好 其實我每一次他放學 我接他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他會揮手 和教授Eric說 拜拜 就是會確定老師 正眼看著他 說拜拜 大家有這個交流 他才捨得走 我覺得Kids Gallery 可以栽培小朋友 去發揮他們的創意 但亦都不會壓迫他們去做這件事 每一個小朋友來到 可能他們每一個的性格 character 或者階段都不同 當然不是說一來到就要 好像Cookie Cutter 大家出到去的時候 大家好像都是同一款的 反而可能是因為他很diverse 他又有art 又有dancing 又有musical theater 又有speech 其實他給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讓一些小朋友去接觸 看看他們本身自己 最喜歡在哪一項 如果一個小小的 好像Ruffer兩歲的時候 來接觸 他可以從小 去栽培自己 還有興趣的一件事 除了是說你回到學 坐在那裡 聽書之外 或者背書 其實這個是給你有 無限的創作機會 而且我覺得他在語言方面 亦都強了很多 比起他半年前來 我覺得他多講了很多話 整個性格都開朗了 對 我覺得Kids Gallery 是一個學習性的 一個歡樂小天地 千萬不要小看 其實一個小朋友 看著另一個小朋友 那種的感染力 當一個可能 平時不喜歡社交 或者可能比較靜態 一些小朋友 見到其他小朋友這樣 其實都會令到他 是 其實我也可以的 我都可以和這些小朋友 一起玩 而且會帶動到他 那種的信心出來 他以往都是如果其他人 一拍手的話 他就會很害怕 或者覺得那些人笑他 但自從他來了之後 我就覺得他知道 原來大家拍手 是一種鼓勵 或者一種欣賞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對他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以及給到他一種勇氣 如果有些家長 是已經參加Kids Gallery 相信你們都很明白到 其實這個地方 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也挺開心的地方 給小朋友 很放心 如果有些家長 在考慮你的時候 這個地方 我自己都非常鼓勵大家 來上司 讓他們去接觸一些 在平日學校 不會接觸到的東西 讓他們更加 可以用他們的老婆 去做一些創造的東西 去衝擊自己